日本的人口有1亿2500万,仅次于美国。 人口集中在东京、大阪、明古屋三达都市。 在东京有3619万2261人, 大阪有1191万3722人, 明古屋有575万4972人。 今天日本的福音状况, 日本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神道教徒,或者是佛教徒。 事实上,在二战失败之前, 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是一个受武士道纪律的规范, 是天王领导的家族中的神圣子民。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实际的信仰生活。 很多日本人看重宗教的功能性高于真理。 天主教在1549年进入日本, 后来受到逼迫、屠杀和禁止。 在二战之后,才有福音派的宣教事工。 信徒大约有200万。 但是却有许多的人在受洗之后的5年之内, 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停止聚会。 今天福音在日本的扩展, 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。 前往日本宣教的人很少, 教会的牧者大多年老。 在日本教会中,80岁以上的牧师比30岁以下的牧师还要多, 普遍上缺乏年轻传道人的接棒。 日本是个岛国, 时常会面对很多的地震和海啸, 于是发展出寻求与自然威胁并存的生活态度, 产生日本人重视和谐, 强调团队合作, 尊重权威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。 这与基督教信仰中重视个人自由, 与神的关系和责任的概念不同。 他们惧怕会因此脱离社会而被排斥, 导致日本人难以接受和理解基督教的信仰。 日本人有许多的大企业, 过去都是终身雇佣, 大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, 而且公司的机能会延伸到员工的私生活许多的层面。 雇主与从属的关系非常坚强, 时至今天, 愿意为老板脱罪而自杀的例子仍然时有可有可闻。 这种集团文化也造成一种内外之分, 对非圈内就非常冷漠、无情, 特别在对方处于劣势的时候, 就会出现敌意与优越感, 造成了日本人的非社交性, 他们缺少横的联系, 强调一体感。 负面的结果会造成他们不容易接受基督教背后的孤立, 以及蜂蜜性的原因之一。 现在, 请弟兄姐妹站立, 举起我们的右手, 张开五指, 代表我们向全世界五大洲福音为德之名, 为德之地和日本祷告。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, 感谢赞美你。 现在我们要为日本这个国家民族祈求你的恩典, 因为在日本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少, 而且普遍上, 日本人只都相信他们传统上的神道教和佛教。 主啊, 求你的大能光照日本这个民族, 使他们清楚的明白, 真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雨当中。 我们也祈求圣灵动工, 让旧恩的福音穿透神道教、 佛教对日本人的挟制, 让他们得以听见主的呼唤, 使他们能够从罪中悔改, 敞开心门, 渴望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, 因为他才是真理道路和生命。 我们也为在日本的教会牧者、 宣教士们祷告, 祈求他们有足够的人力来牧养教会, 有充足的灵粮来喂养群羊。 不仅能够领人归主, 更是能够培养出成熟的基督徒, 抓住与日本人分享福音的机会, 在工作上更是做基督的见证人。 求主赐福给从各地到日本宣教的短宣队, 使他们有聪明智慧, 有更多元的创意方式来佩搭当地的教会, 一起合作赢得更多的灵魂, 从他们的原形中, 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。 我们如此祷告,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 阿们。